香港交通發達 鐵路網絡長達271公里 單計廣鐵、高鐵和機場費線三個網絡 就有99個車站 每日接載大約370萬人次乘客 佔公共運輸總載客量約42% 是香港最大的公共運輸系統 今集和大家介紹一下香港的鐵路之序 最早發展鐵路線 在這麼多條鐵路線當中 最早發展的一條 就是有過百年歷史的九廣鐵路 以前九廣鐵路分英段和華段兩部分 英段在1910年開通 而華段就此一年 在1911年才起好 至於最早通車的地下鐵線 就是1979年10月1日啟用的觀塘線 最早落成鐵路上蓋物業 港鐵原線物業向來有價有市 到底香港何時開始有鐵路上蓋物業呢? 香港第一個鐵路上蓋物業 是1980年入伙的九龍灣德福花園 當年赤價只是賣兩百多元 不少人為了買樓 還不惜通宵排隊 時至今日 特福花園已經升值60倍 赤價達到12000元的水平 最深鐵路站 提到香港最深鐵路站 你會想起哪一個? 金鐘? 還是香港大學站? 其實兩個答案都對 如果以海拔計算 最深車站 就是作為超級轉車站的金鐘站 它最底層的南港島線月台 位置低於海拔33.6米 是港鐵車站當中最深的 但如果以車站大堂和出口的距離去計算 最深鐵路站就是香港大學站 它的車站出口和大堂垂直距離有乘70米遠 相當於23層樓那麼高 最長鐵路線 看一眼港鐵路線圖 就會知道香港最長鐵路線飛屯馬線莫屬 連接屯門和馬鞍山的屯馬線 全長56公里 有27個車站 由頭搭到落尾要74分鐘 最遠雙輪鐵路站 經常搭港鐵的你 有沒有留意過 哪兩個雙輪車站最遠 哪兩個站靠得最近? 讓我開猜 距離最遠的雙輪車站 就是青衣站至機場站 這兩個站隔了22公里 搭一個站已經要14分鐘 兩個站的距離 比起全長16.3公里的港島線還要遠 至於最近的雙輪車站 就是旺角站和太子站 兩個站只隔了580米而已 在這次旺角站 是旺角站的雙輪車站 在這次旺角站中 是旺角站的雙輪車站